我們繼續跟著兩樣跟神的關係有關 就是親近神、遵從神、愛神 我們不是靠這些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靠耶穌做救主 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得救 但是聖經很清楚講到 人沒有悔改離開罪 祂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沒有信靠神當然是不能夠得救 接著就是親近神 不常耶穌裏面就是 好似知子在外面 枯乾人十起來 榮在火裡燒了 所以是必定親近神的 然後就是愛神 若有人不愛主者人可助可就 然後接著就是第五樣和六樣 就是跟行為有關的 第五樣就是遵從神 而我們這次就看這件事了 聖經也清楚有警告的 在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節開始 我剛剛就已經在群組傳給你們的 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節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從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呀主呀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二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那這個經文很清楚 什麼人能夠進入天國呢 就是說能夠得救呢 就是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夠進去 必定是遵從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而在那天應該說到審判的時候 就有許多人對耶穌說 主呀主呀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二能嗎 就是說其實這些人呢 我想問問大家一些問題 這些人有沒有聽過耶穌的 大家可以回答 有的 是的 有聽過耶穌 怎樣知道他們聽過耶穌呢 為什麼知道他們聽過耶穌呢 他說主呀主呀 他知道耶穌是主 首先 然後就說奉你的名趕鬼奉 就是他知道耶穌會做什麼的 是的 他知道耶穌有權兵的 這些人回教會 應該 是不是都有一段時間了 其他人都可以回答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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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裡的那些線路很慢的 是 很慢 所以我們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不過不要緊要 就是很明顯他們是回教會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都會知道耶穌是傳道 傳道 讓我們知道他對聖經的認識有多少 一個人能夠傳道 一個人能夠傳道 就是告訴我們他認識聖經有多少 很多 都深的 因為你要認識了才可以傳道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些人其實回教會已經一段時間 那 並且有些甚至是奉耶穌的名傳道 那看上來 哇 哇 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似乎 真是 很難以自信 就是 這麼認識 耶穌和聖經 為什麼耶穌會說我不認識他呢 那有沒有人想去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些人呢 居然他們是 首先第一 他們是不是得救的 第二 為什麼耶穌說我不認識他 是 有沒有人想回答 大家放膽回答 不用擔心的 可以 投入一點 他做今 是遵行天父 就是所做的一些意思 意念 所做的做的事情 是啊 OK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是沒有遵從呢 我們怎麼知道他沒有遵從呢 我們怎麼知道他沒有遵從呢 他在這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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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到底是因為神不是要他們做的 還是什麼原因 他們 耶穌不認識他 有經文 有經文上下文 其實他們是欠了什麼呢 欠缺了什麼呢 有上下文 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非常好 就是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因為 耶穌說 唯獨遵從我天 遵從我天 遵從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進去 所以他們是沒有遵從天父旨意 但是他們 懂得講道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這就是我問的問題 為什麼 和耶穌說 我不認識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可以放膽去講 為什麼 可能他一邊犯罪 一邊就講道 嗯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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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方做惡的人 這樣 離開我 做惡啊 嗯哼 OK 好 這個另一個原因 就是他繼續犯罪 繼續做惡 大家還可不可以想到 這些兩樣都是對的 就是有一個 傳道的人 他繼續做惡呢 他是不可以得救的 就是他做惡而不悔改 他可以不得救 不是靠行為得救 不過 如果他做惡 就是他跟神根本沒有生命的關係 他是沒有悔改 聖靈感動的 他又沒有悔改 他沒有回應神的感動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說 作惡 犯罪 還有什麼原因呢 我們看回這六樣的果子 你就可以回答 大家可以看回我 傳給你的內容 這六樣的果子 他們可能獻缺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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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六樣的果子 如果 哪一樣 是沒有的話 都可以是不得救的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 看著那六樣的果子 就說出來了 譬如他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大家說出來 未悔改禮罪 未信太神 未真近神 未夠愛神 你先說未夠愛神 只是以為叫神的名字 就叫做愛祂 其實不是 OK 我要追回你那句 未夠愛神 是不是未夠愛神 不夠呢 其實有個人愛神 不過愛得不夠 是不是這樣會不夠呢 我相信大家 你可以回答回 大兄 神要求我們信徒 要盡心盡聖 盡意盡力去愛神 嗯哼 可能還沒做夠吧 這個 OK 問題就是這樣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 未愛得夠 譬如 假設 盡心就是100% 譬如有個人5%愛神 是不是顯出他不夠呢 我問你 不夠愛神 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大家去思想 是不是不夠愛神 我回應你的 不夠 以百分比例來說 就不夠 OK 那是不是愛神5% 就不夠呢 那麼 多少個%可以夠呢 對 都是在於神的主權 這個 OK 那就是說 有個人愛神 愛得不夠多 就可以不得夠 我想大家去回應 這件事 那神是不是說了 你愛多少百分之幾 你就可以得夠呢 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想回答 試一下回答 不要緊的 葉牧師我想分享這個位置 OK OK 是的 在我們食慈養的心裏面 得夠是本乎因 因著信 不是出於行為 那個心 那個心呢 對神呢 神是知道的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神是看我們的動機 他認識我們的心 所以我就想 講幾多個%是很難答 但是呢 講的動機 就很容易顯然而見 那 是的 我想分享這個位置 至於我覺得那個 惡仆 或者是犯罪 神的仆人 很明顯那裡是講 對神的話語 是熟悉的人 沒有生命 沒有遵從 沒有悔改 我覺得那裡是講這一類 是這一類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真心信神的時候 要不理這個時候 我們有多少個%的愛神呢 因為這條路是一生之狗去走的 有時候我們裡面有很多未處理 我們就不明白 原來那樣東西是每層 其實是每層擺下的 但是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 到事情發生到的時候 神當然是會幫我們去明白 我們又放開多一點 那又可以愛神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理程來的 這是我的分享 OK 但是我始終問回你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要愛神 愛到一個程度才得救 這個就是我所問的問題 你正先所說的是對的 就是好的 就是我們應該一路成長 一路越來越愛神 但是問題就是 是不是愛神少一點 少到一個程度就不得救呢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是從 全本聖經不同的經文講到得救 和得救的表現去回答這件事的 但是今天也有講話要盡心盡盡意去愛主 是 沒錯 聖經全部都有吩咐的 聖經全部都有吩咐的 就是 尊重神 愛神 那個問題就是 聖經有沒有設定一個 標準去到那個程度才得救呢 其實我現在 為什麼我特意給大家更多時間 因為我想大家反思 聖經的 從不同的經文所達到的神學 到底是不是 有一個程度的愛主就可以得救 未到的程度就不得救 這個就是我所問的 就是從不同的經文講到得救 和得救的表現 我們的明白是怎樣呢 我想的程度可能是 將主放在第一 愛主多過愛家人 就是有一段經文是這樣 愛你的主多過你家人 其他事物 如果不是那個人就不配進天國 好像是有一段這樣的經文 是啊是啊 問題是否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愛他的家人 愛得很厲害呢 那他就不能夠進天堂了 其實這句說話 我記得是不配作我的門徒 不是說不可進入天國 而牧師我也想說回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一個百分比 去講幾多個百分比 我就可以叫做愛神 然後呢就不得救 或者得救了 我覺得得救完全跟這個 不能夠成一個百分之一百的正比 我這樣講是因為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強盜 耶穌跟他說 你今天跟我一起去樂園 他做了些什麼呢 其實沒有 我看不到他 是恩典的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都幾好 醫學師 真的要慢慢去消化去想 是啊 OK 是啊 其實我是故意給大家去思想的 我故意是問呢 讓大家去反思 就是 有時候這個就是我們對於字眼的敏銳 因為我才聽到不夠愛主 那我立刻留意到是有些問題 在神學上有問題 那又說我們 因為在神學上 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看法 明白 於是我們就會一聽到有些問題 我們立刻分辨到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說 如果沒有人想說 我就回答 但是我就想給大家 看看有沒有人能夠有一個 complete picture 一個完整的圖畫 去回答這個問題 OK 那我現在去講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直著信 這個直著信 就是其實 和本翻譯就是因也因著信 其實原文是 through faith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是直著信心 不是因為信心 是直著信心 直著信 耶穌得救 我們是完全不是靠行為的 不是出於行為 也都不是出於自己的 那就完全是神的恩典的 但是聖經也都講到 就是凡被聖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女 就是凡是真是得救的人 就是神的兒女 也都是重生的 就是我們要將這幾樣東西 全部放在一起 就是說 一個真正得救的人 他就有聖靈來住 有聖靈居住在他心中 他就會知罪 聖靈就會感動 他就會回應 但是有些基督徒的確 的回應是不完整的 他譬如離開罪 的確有些基督徒 是仍然留有很多的罪 他容許他留在生命之中的 那麼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判斷決定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他一生 我們怎麼知道他仍然得救呢 或者愛神 是怎樣愛到什麼程度才得救呢 那麼我的答案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答案 他仍然有聖靈居住在他心中 他仍然會回應聖靈的感動 他有聖靈帶領他 他有重生 就是重神有這個關係 他就是得救的 聖靈仍然在他心中沒有離開他 他就是得救的 就不是在乎他愛多少 他愛是一定會愛 就是他那個表現 他一定會愛神的 不過的而且確 這是事實來的 有些基督徒 愛神是不多的 甚至是 有時候有些傳道 我不是想大家輕看傳道 傳道是神所揀選的僕人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麼呢 無論是傳道 無論是平信徒 我們都同樣反思我們的生命 聖經說 如果有人不愛主 這人可助 我們會不會真的去愛神呢 去體重神 神那麼大恩 我們不會感激祂呢 我們應該學習更加愛祂的 但是呢 我們不是愛到一個程度 讓我們得救的 而是我們有聖靈居住在心中 我們會推動我們去愛神 我們會回應聖靈呢 即是跟聖靈有相交 或是聖靈仍然居住在心中 凡被聖靈引導的就是神的兒女 就是仍然是有神跟他同在 他就是得救的 那一個得救的人呢 他的心中就會有愛神的心 不過的確愛神的心是有不同程度的 神很想我們更加愛主的 在啟示錄的一個講道 以復所教會 他們離棄了起初的愛神 那到底他們是否完全失去 還是減弱了呢 我們不知道 總之呢 他是愛人耶穌不救的 那這裏是否他們不得救呢 耶穌是有提醒警告他們 你悔改離開你的罪 那如果不是呢 就寫的聖經有 在這個啟示錄的幾封書信 有不同的警告的 就是要將他的登台從元柱羅去 那到底 怎樣是 怎樣是他真的不愛神呢 就會失去救恩呢 應該這樣說 他對神已經沒有那種感激的心 沒有信靠神的心 他和神沒有這個相交的時候 他就是不得救的 就是有人可以愛神很少 但他仍然有相交 那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 那我就愛一點就算了 那我總之去到天堂 那這種的心態呢 也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以為愛一點就得救了 那我就繼續愛一點 那其實很危險的 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可以是很乾硬的 只是利用神 那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曾經有一個人 在教會裡面 因為我都不說他是弟兄 他可能是弟兄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我不說他是弟兄 因為教堂裡面有一個人 和我很熟悉的 就是很熟悉 但是我經常都幫他靈命 但是他始終靈命是弱的 他說二牧師 考試有六十分合格 那到底上天堂多少分呢 那他就是想做到這裏多少分呢 其實這個心態非常不好 因為他只是想做minimum 我怎樣做最少最少的 愛心、愛神 我愛一點點 我愛一點點 那我就仍然得救 如果我再少一點 那我就不得救了 那我愛一點點 那這個很危險 因為這個是利用神 是利用神 輕看神 不是好像 因為有神的生命 而不去愛神 而是他好像 要愛神 要做什麼 那你告訴我 基本上做什麼 那我就做了 那我做了 那我就上了天堂 那我同時都可以 繼續在聚中 或者我做一些 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不用要介意 我有沒有改變 那時候呢 他是有這個危險存在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 你愛神只有5% 不可以上天堂 就是我們不能夠這樣說 我們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他心中 他生命裡面有沒有 和神的關係 他如果和神有關係的話 他就算愛神很少 都是得救 不過呢 這個是我們要避免的 就是我們不要做這樣的基督徒 因為如果做一個基督徒 只是愛神 愛很少呢 其實第一 他生命祝福很少 第二呢 他是可以去到一個程度 他是 神說你根本就不是真愛我 因為你只是利用我 那是有個危機存在的 所以我們先不要說 我們愛多少 就是說神啊 你這麼好 我們就感激神 更加愛神 但是我們就不能夠說 那些愛得少 遵從得少的那些 就一定不得救 這個是 是我們不知道去到哪個位 那麼我們就不希望去到那個位 我希望他是真的清楚得救 我不希望他結果去了地獄 就是他以為 他一生都以為他去了天堂 為什麼之後來去了地獄呢 是很慘的 因為他是極度失望 他會說 哇 我以前聽這麼多道 但是我完全沒有遵從 我以為我這樣就可以得救 我以為我回教堂呢 我以為我有做一些基本的事 我就得救 他沒有想到是跟神的關係 就是有聖靈在他心中帶領 他是順從聖靈的感動 這些人就是得救的 而這些行為呢 那個表現 就是他會繼續知罪 他會繼續處理罪 離開罪 但是的而且確有些人 他是 有些罪是仍然存留在心中的 那到底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去到哪個位呢 神說你仍然留在 你的罪留在心中 譬如耶穌有說過 你不要恕人的過範 天父都不要恕你的過範 那這件事到底是怎樣執行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聖經是 這句說話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仍然是不搖書人 是可以不得救 那麼問題就是搖書有時候的程度 譬如那個人 他說搖書 不過他都不想跟他聊天 他覺得他這個人很差 心裡面仍然很生氣他 不過他就說我搖書他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算是搖書呢 他怎麼算是搖書 怎麼算是不搖書呢 我不知道 不過聖經是有這樣警告 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總之不斷搖書 我都說搖書了他的 我跟他握手言和 不過我就不想再見到他 我在對面街見到他 我就會離開轉頭走的 我就不想見到他和他聊天 這樣的時候算不算 我不知道 但是他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跟神的關係 去到一個程度 聖靈感動他 他總是拒絕的時候 就是聖靈的感動已經不在他心中 他沒有信從聖靈 他是可以不得救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去到什麼位 去到什麼位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麼我們這個是 給大家一個提醒 也都是我們牧羊的人一個提醒 千萬不要說 我搖書人的過範 我都有搖書 我們應該追求完全的搖書 甚至我可以說 我很想祝福對方 我很想為他祈禱 我很想神大大的祝福他 雖然他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依然是不計較他做過不好的事情 我依然是想祝福他 想搖書他的 那時候他是真的搖書他 他不是好像這樣 他是真心的搖書 但是聖經是沒有設定到一個 就是一個什麼程度的 最主要就是說 有神居住在心中 那我說回那六個 就是他有神居住在心中 他就會繼續知罪 他會悔改理罪 他可能會有甩漏 但是他甩漏的時候 他依然會悔改 他不會說 不要緊的 我犯罪 很多人都是這樣犯罪的 我這樣犯罪不要緊的 那這個時候 他是有這個危險的 有這個危險存在的 或者沒有信靠神 他覺得他可以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 這個人是很危險的 那另外呢 就是第三樣親近神 他是不斷以親近神 他是沒有真心 從心底處去感激神 那又不是說 什麼程度 就是說 他祈禱夠不夠 他一天祈禱多少才算 這個是聖經沒有說的標準 總之 他是真的有親近神 他有看或者思想 或者聽神的話語 他會回應神的話語 他會祈禱 他會回應神的感動 因為常在耶穌裏面 都包括回應神的感動 他跟耶穌有關係 有生命的關係 這個人是得救的 然後呢 第四樣就是愛神 他會體重神 他會覺得神是很好的 是很寶貴的 但是這個有程度 不過呢 總之他仍然有聖靈的感動 他會順從聖靈的感動 他仍然是得救 不過如果他只是很輕微的愛神 他是有這個危機的 還有他愛神的動機 譬如他只是說 我要愛神 我才得到什麼益處 所以我會愛神 就好像交換式那樣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那個最神的看法 真的是 那個感激的心 就是可以說 是差不多沒有的 是有這個危機存在的 所以我們就盡量教人 盡心愛神 神是這麼好的 我們當然是全心愛他 又遵從神 就是我們不會說 我們這次其實是講這個遵從神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 又傳道又奉耶穌明 趕鬼又行二難 為什麼不得救呢 那應該就知道他生命上的遵從是沒有的 就是說他生命中 他覺得犯罪不重要 譬如我真的懂得有牧師偷教會的錢 我警告他 但是他不聽我的話 他找藉口回答我 那就不是真正的 就是不是真正的悔改 那或者他一方面就是教人 就是教人聖經 但是他生命在 他自己私人的生命 是完全沒有體重神 沒有遵從神 他是可以不得救 他沒有聖靈的內住感動他 那或者是他 但是我們繼續看這幾樣就是 他沒有愛神 沒有遵從神 沒有體重神 或者是沒有真心的侍奉神 沒有真心的想人來得救 他心裡面會怨恨人 他心中的 總之他生命中的問題 他沒有去處理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所以這些人呢 那有些是直接是惡性的 那譬如現在呢 有很多宗派已經是成為 就是相信自由神學 或者新派神學 新派神學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會用一些 所謂科學的方法去分析聖經 但是他分析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前設的 就說沒有可能聖經 我知道預言將來的東西 聖經沒有理由知道這麼多東西的 所以聖經不是神的說話 這些預言是過後寫的 真的有些宗派是這樣的 就有些宗派都說 聖經只是含有神的說話 也都呢 譬如天主教 我知道他現在呢 甚至他說 信其他宗教都可以的 神是給了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都可以達到神那裡的 那耶穌只是其中的道路之一 那這個真是很有問題的 那他們雖然全講這些道理 但是他們不是真的信耶穌 他們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 最後他侍奉都不是真心的 那 ok 我剛剛講了就是 那個分辨就是他有沒有真心的 感激神的恩典 有沒有聖靈內住 他有沒有回應聖靈的感動 這個就是證明他仍然是得救的 如果他沒有這些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是不得救的 那預了靈的時候呢 他是一定不得救的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可以呢 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的那麼多傳流 神會不會說 他仍然有些少許的信心 我接納他呢 那我不知道 就是他 他和神的關係可能很輕微很輕微 不過仍然有的時候 他 會不會得救呢 那我說 他可以是得救的 那不過呢 我就如果我牧養一個人 他經常都是覺得呢 耶穌是可有可無的 不要緊的 我祈禱又沒有所謂的 有沒有祈禱都不要緊的 那我會告訴他 神有很多禮物 有很多恩典的 你聽神說神一定沒有歡喜的 你多去親近神 遵從神 神一定祝福你整個生命 而我們完全沒有去親近神 遵從神可以離開神的 那譬如有些人說 那我就多久親近神一次呢 有些人說 有些叫做節旗基督徒 到節旗的時候我就親近神 那是不是得救呢 那我自己就會說 節旗基督徒大部分應該是不得救的 因為他只是節旗回到教堂 那他就覺得好像還了心願 這一種就不是跟神的關係的 OK 那好了 我先講到就是說 一定有聖靈的內住 還有他會回應聖靈的感動 這些人才是得救 那他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愛神 不過希望他們越愛神 是越 跟神的關係越好 神越喜越 他就越得福 如果他跟神的關係很薄弱的時候 是可以不得救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剛剛我才說 這幾點我們希望大家很清晰 就是第二天我再問的時候 希望大家很清晰地回答我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我以前曾經聽過有人說 因為恩信清義 所以如果真是真心相信 那理論上他就可以得救的 不過呢 如果呢 如果你就是說 更加進心進性進意 盡力愛神 也都聽 就是 完全 尽從神的旨意的話呢 那將來呢 拿到 就是 當然不知道 對還是不對 那他說 即是其實將來到審判呢 即是說將來審判都有分不同的官面 即是說有些人可能官面都有分不同等級 你那裡突然間細聲了很多 很細聲?現在行不行? 好的 你繼續說 意思是說恩信稱義 所以如果你真心相信 將來都會得救的 但是如果那些盡身盡聖 盡以盡力愛上帝 跟足上帝旨意行的人 他將來得到的官面就給那些沒那麼跟足上帝旨意行的人 即是說官面都有分不同等級 即是好像將來你拿這份禮物 有些人就可以拿到一份大一點的 有些沒那麼大 不過這些人都是會得救的 當然有些人就可能本身就不得救了 但是意思是說就算有些人會得救 但是呢都會有不同的官面 究竟是對不對的呢?這樣的想法 這個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錯誤的神學 就是引致很多人就以為 總之我相信耶穌就得救 然後呢愛神、遵從神這些就是得賞賜 得到官面 如果我不想得到官面 我只是想得救 那我就做minimum 就是信耶穌 這個是聖經很清楚 非常清楚的 說這個不是真理來的 那有些什麼經文呢? 那其實我在這裏這六點呢 所列出的經文已經很清楚說到 是 並不只是信耶穌的 那我們信耶穌得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永遠堅持 我們不是靠行得救 永遠是信耶穌得救 是耶穌的恩典 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 沒有人能夠達到神的標準 一定是耶穌的救贖 我們才能夠得救 這個是永遠的真理 那個問題就是信心會不會是 英文就用 will faith be alone 就是它單單有信心就沒有行為的 有沒有這件事情呢? 雅各書很清楚回答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正如身體無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而我這六點呢 我這六點 就是不是我的教導 這個是聖經的教導 很清楚說到犯這些罪的人 我們看回第一點那裏說到 那些人仍然在最終呢 是不能承受神的國外 就是清楚講明到 如果一個人 他說信耶穌 但是呢 他的生命 他依然容許罪存留的時候呢 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就是甚至有些是說 很多人都有犯的 疾渡啊 有時候想起一些污衛的東西啊 紛爭啊 競爭啊 擾亂啊 這些都可以是 是不得救的啊 那 那 就是說一個人他沒有悔改 而耶穌也都講到 他說不搖書人的過範天父都不搖書 真的不得救啊 那 然後跟著講到信靠神 那如果一個人停止信靠神 那更加一定是不得救啊 那第三樣就是 就是不常在耶穌裏面啊 耶穌這裏不是說 你信我就 就是 必然是得救啊 因為信是 得救的來源 但是信的人 一定會回應神的 一定跟神有關係的 他不常在耶穌裏面 他就不得救了 他就會 好似知子 好像知子丟在外面 呼關人 拾起來 荣耐火裡私了 好明是不得救啦 有人不愛主之人 可助可奏 可奏了 一定不得救啦 馬太七章21到23節 有些人奉耶穌命傳道 趕鬼 行義能 都不能得救 因為他們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所以很清楚講到沒有遵從神 完全沒有遵從神 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然後呢 就是沒有侍奉神 就是馬太25章那裡講到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還有埋藏自己的恩賜那些 是進入 埋藏自己的恩賜 就進入這個 在外面黑暗裡面 在那裡哀哭徹齒 那這裡一定是地獄 這個不是天堂 天堂 或者是有些人說 有另一處地方 除了天堂地獄 是另一處地方 就是哀哭徹齒的地方 是沒有聖經根據的 因為聖經是講到很清楚 就是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復的定罪 並沒有說到 中間有些人呢 就去到哀哭徹齒的地方 是沒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就是哀哭徹齒根本 在外面黑暗裡面一定是講到地獄的 還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就去哪裡呢 就是去進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的 是進入永火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侍奉神 就是沒有去榮耀神 去祝福其他人 所以聖經並不是說 你不想賞賜 你就不要侍奉 你那天都得救的 聖經不是這樣說法 你看回詳細 看回我所列出的經文 全部都說出 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不得救的 OK 我會不會回答到你 其實呢 我只說主要想指出 就說 不是說說那些掛名的基督徒 而是指說 譬如舉例 有些可能他做不知 那他真是 他那個侍奉 令到很多人得救 都培育了很多驕徒 更加親近神 又或者一個平信徒 那他真是 用上帝的愛 就算一個小子給一杯涼水 就是給一個小子 那上帝也是喜歡的 是不是 意思是說 有些人會 就是會做多些 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 那那些人的官面 會不會就 就是 他想像是大的 是啊是啊 是會的 這個正經有說的 正經有說的 正經有說的 但是譬如說 有些人 可能他就是 不會好像一個牧師 或者也都不能夠 就是好像有一些平信徒 他那個 看心啊 就是這麼多 那變成那些人 可能他也會有冠冕 不過呢 因為他所做的事情 不是真的很多 那那個賞賜 就可能會小一點 那究竟 就是這個觀念 這個 這個樣東西是有的 正經是有的 講到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講到復活的時候 有日有月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的榮光 跟那個星的榮光 也都不同 就是講到將來復活 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榮光 也都講到 在那麽多前書第三章那裡 就是按著個人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是很清楚的 但是你先 第一句 就是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信耶穌就得救 無論你有沒有遵從 有沒有侍奉 那你想得賞賜 就做多一點 那這個就有問題 就是如果純粹掛名 當然不行了 是的 所以這句說話 我們千萬不要說 你信耶穌就得救 這句說話是真理的 但是我們說 一定加起來 我們信耶穌 是一定得救 真信耶穌 真信耶穌 也都一定有聖靈的內住 聖靈會感動 聖靈會帶領 當我們有聖靈的感動內住 帶領我們回應神 就證明我們是認得救 但是我們就不要說 你總於信你怎麼信法都得救 這個其實是異端來的 這個是將聖經的 就是一句說話 就將它遮蓋其他的經文 遮蓋了其他的經文 就告訴我們 基督徒是有生命改變的時候 必定有不同的果子 就遮蓋了這些經文 就說你總之信耶穌就得救 因為我在宣教都遇見過這樣的人 所以有些人都不是問你有沒有洗禮 問你是不是一個重生的基督徒 就是如果你真是一個重生基督徒 那自然你就不會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 是不是 那當然 是的 但也都看那個人他定義什麼叫重生 重生可以是 我總之有過一次的經歷 我就是重生 是的 那時候是重生的 但是他是不是繼續跟從呢 所以我就會說 繼續結出這些果子 是證明他仍然跟神有繼續的關係 一直到我們離開世界 如果一個人一直跟從神 直到敵基督出現 然後他就離開神 他是不得救的 就是我們需要告訴別人是繼續去到底的 這一點大家有沒有人有 還有 就是不要說 總之你信你信有沒有行為都好 你都得救這句話就有問題了 我就會說 真信耶穌是得救 是真是信耶穌 我們只是信耶穌才帶來救恩 不過得救不會只是停留在這裏 信心不會停留在這裏 一定有果子的 即是英文就說 Faith is never alone 信心不會單獨存在 他一定會有行為的改變 為什麼這些我們要這麼清楚去說 因為這些就是很重要的基本的信仰 因為實際上真的有很多人 在這些基本信仰上有問題 結果生出很多 以為我總之信耶穌就得救的人 即是我也聽過的 即是曾經有個教會這樣教人的 那些人不喜歡信耶穌就得救了 然後可能還打麻將 到後來他不打麻將 他就重生了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他用一個外面的行為去量度 他不打麻將就不代表他重生的 他可能越來越醜怪 覺得打麻將也是很醜怪 他就停止打麻將 他不代表他是重生 重生其實跟真正得救 是同一個時候發生的 就是他真正知道他是罪人 他信靠耶穌做救主 聖靈就將他重生了 那這個人就是得救 他得救的時候一定是重生的 他才是得救 重生就是一個新的生命 他沒有重生是不得救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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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就是我給你街上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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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那些領袖 有些領袖 那些團隊 那些大兄姊妹 但是他就說 你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就可以了 就可以拿到那個 身份證 就是那個什麼 入門票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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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是可以的 不過他一定要加上後面 你進入耶穌裡面 你一定會有生命的改變 你就會悔改離開罪 這樣的人 這樣就一定可以入到天堂 還有一個報道的方式 就是 有這樣說的 他會問人 他會跟人說 將來你去到天堂門口的時候 天使問你 為什麼我要讓你入天堂 你怎麼回答他 那他們就會說 標準答案是什麼呢 我信耶穌 所以我可以入到天堂 那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解釋什麼問題 我們得救的方法 是悔改信教耶穌 但是入天堂的時候 那個表現不只是我們信耶穌 在聖經講到審判的經文 馬帝福音25章 都是講到這個人是有改變的 就是他不只是 審判的經文都是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就是他的行為 證明他是不是真的得救 他始終都是因為信耶穌 所以上了天堂 他始終是因為信耶穌 所以上了天堂 但是呢 他是 就是 入天堂的時候 哪些人入天堂 他不會只得信耶穌 他一定是有他的改變 就是 得救的方法 是悔改信教耶穌做救主 得救的表現 或者果子 就是一定會生命有不同的改變 就是我說出這六類的改變 都是得救的人必然有的改變 當我們入天堂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有得救的方法 這個方法一定有果子的 就是一定有表現的 他這個信心才是活著的 才是一個得救的信心 如果他只是有信心 但是他沒有行為 他是入不到天堂 所以入天堂的時候 神不只是說 你有沒有信耶穌的 你發覺審判的時候 是沒有一處經文去說 只是說信耶穌的人 就得救的 在地上我們就會說 信耶穌的人是得救 真信耶穌會得救的 我們都會說他一定有表現的 就是方法一定是悔改信耶穌 但是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不只是說 你有沒有信耶穌的 神不是說你信耶穌 所以你上天堂 聖經是說到 是他的行為 就是他會問各人 在馬太二五章那裡講到 當主耶穌在他榮耀降臨的時候 他就好像牧羊的人 將這些人分開 綿羊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那些綿羊就有做在主的頂身上的 那些山羊就沒有做在主的頂身上 所以到審判的時候 聖經是沒有一處經文是說 你信耶穌所以你上天堂的 他是說到 是因為你的行為 證明你的信心 證明你的信心 是聖經沒有說這句話的 不過由整本聖經我們知道 是信心行為是證明信心 就是證實他是有活著的 跟神有關係的 OK?大家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要重複講這些 這麼多次呢? 因為這個題目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們千萬不要搞亂 還有就是我們真的要分辨 真理 還有有些人一說的時候 他說的方法 報道 真的有些報道 只是說到 信耶穌 我們應該解釋給他聽 一個得救的人 必然會有這些改變的 但我們不是說這些改變 令我們得救 但我們會解釋給他聽 你信耶穌 你就開始親認神 遵從神 讓耶穌改變你 你看聖經 神會透過聖經跟你說話 你就跟從神 你就繼續停留在神的恩典裡面 就是我們解釋給別人聽 你繼續停留在神的恩典 就是你繼續親近神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 牧師 其實可不可以 譬如說 大家清楚嗎? 其實可不可以簡單些 跟別人說呢? 如果你有時候 在街上拍單章那些 未必容許你很詳細說很久的 那可不可以說 如果是清楚呢? 那我們就 就停在這裏了 我們就祈禱了 不是呀 牧師 有個姊妹在說的 可能你要教大聲 有個人想問任何問題? 有呀 有呀 剛才有姊妹在說的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今天的祈禱幫助大家 要牧師 在說話 放低重淡 能夠相信 相信 信靠神 凡事祝福 我們信靠神 神一定祝福我們的 神會加力給我們的 那我們就把所有重淡放低 時事都習慣在一個平靜安穩的狀態 時事都習慣很平穩安靜在神裡面 深信神的愛 神的恩典 深信神 祝福我們 陪伴我們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擔心 我們什麼都不去憂慮 更加容易睡覺 睡覺的時候不要再想事情了 就是放低所有的 所有的憂慮擔心 或者任何繁忙的事情 我們都放手 睡覺的時候 睡覺敵人就是想事情 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到耶穌很愛我 一直很放鬆 自己有不放鬆都不放鬆 而在睡覺之前 最好跟著我的祈禱錄音 大家上網 Youtube找葉穆斯 然後裡面有一個播放清單 就是祈禱錄音 那大家去那裡 有不同的祈禱錄音 大家可以播來聽 其實我都放在我Google Drive 大家可以只下載了 放在你的手機 或者MP3 Player 播放MP3聲音檔的工具 就可以播放 就不用每次上網去找 我們一起起床 放鬆的人 放鬆的人 求主耶穌臨在我們身上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我們有神萬事足 耶穌拯救我們很大的恩典 我們知道我們得救 完全是本乎因直著信 不是靠行為 因為我們的行為 沒有一個人能夠完美的 我們必然是信靠耶穌得救 並不是靠我們個人的功德的 但是聖基都說到信心無行為是死的 真信耶穌的人必定有生命的改變 必定聖靈內住 聖靈會帶領感動我們去遵從神 當我們有聖靈的內住的時候 就會帶領我們去跟從神 回應聖靈的感動 離開罪 繼續信靠耶穌 並且去親近神 去愛神 去遵從神 去侍奉神 都是聖靈感動我們去做的 當我們有這些聖靈的感動 而我們繼續回應 我們就是跟神有生命的關係 求主幫助我們時時和你有生命的關係 時時都信靠你 親近你 活在你的愛中 興省平安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主耶穌很愛我們的 我們是被愛的 所以我們可以活在神的愛中 輕輕鬆鬆做人 身為愛的 主耶穌愛我们 主耶穌愛我們 神為我們 有心見告送我 主耶穌愛我們 主耶穌愛我們 主耶稣爱我 有圣经告诉我 多谢天父神会照顾我们 一切形有神万事足 神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感激神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我的心平安静 好将断过奶的械子 再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静 主耶稣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平稳安静 我们就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没有重担 没有烦恼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将所有烦恼都放下 所有重担都放下 心平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放下一些不开心 放下我们日间所做的事 我们就放手 我们只想着耶稣 我们好像仰望望着耶稣 主耶稣我爱你 我仰望你 我感谢你 我欢喜你 我想到你就欢喜了 多谢天父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帮助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求主帮我们全心爱你 感谢你 欢喜你 倚靠你 感激你 神你真美善 耶稣你真美善 我们就喜悦你 主求你 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时时都在平静中得力 让我们得力在乎 归乎 平稳安静 让我们时时在你的里面 放下重担 轻轻松松 开心快活 人就平安 就容易 容易睡觉 容易放下烦恼 一睡上床 没多久就睡着了 多谢主耶稣 感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求主提升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一起 时时加力给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耶稣你真好 感谢天父你真好 我们全心感激你 全心赞美你 全心爱你 倚靠你 哈利路亚 我们喜悦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我们以神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叫我们的生命一直提升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阿利路亚 大家尝尝好像 像像将那些重担呼出来的 阿利路亚 在个心灵的深处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阿利路亚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大家在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平静安稳 有没有觉得舒服轻松 或者身体遥动 正经又说到 约翰见到耶稣就立刻站不住 素罗追杀基督徒 见到耶稣也是跌在地上 神的同胀可以影响我们身体 但它影响是正面的 它叫我们整个人都平稳安静 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很舒服 很轻松 叫我们肉身安宜居住 有些人很强烈的神的同在会跌倒 但有些人就会在那里遥动 可能大家觉得有种力 好像遥动力 整个人很舒服 好像神按摩我们这样的 这都是会帮我们睡得更加好的 OK 有没有人有回应或者是问题 我刚才你祈祷那一刻 还有去亲近神 去见拜 去那个渴慕圣的那一刻 我是很平安 还有整个人去飞去 那个灵和我很亲近 就是跟神灵很享受很亲近 就是我每一次你一投入 我都要有各种感觉 感谢神 感谢天父 就是很享受 还有我平安喜乐 感受到神的同在 那个能力 心里充满 还有那个心里面 真的是 整个创开的 创开了 感谢天父 好 还有没有人有回应或者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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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